大世界的关心北约峰会2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登场 会后的公报直指俄罗斯是最大威胁 并正式邀请瑞典、芬兰加盟 面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 北约将加强东义军队部署 这也让俄国总统普廷气炸了 扬言反制 而芬兰跟瑞典可以快速通关加入北约 土耳其不再反对是其中的关键 美国总统拜登打电话也发挥了作用 先说服芬兰跟瑞典不再支持土耳其库德族反对势力 美国也答应出售新型F-16战机给土耳其改善空军战力 才让土耳其终于点头 乌尔战争拖长 促使北约魄力加快成员国申请流程 而9号在高峰会正式邀请瑞典、芬兰加盟 今天,NATO领导人 招了历史的决定 邀请到FIN丽典和FIN丽典 成为NATO兼典 乌克兰本来企图阻挡北约东扩 不料适得其反 俄国总统普廷气炸 扬言反制 现在,在发挥了决定的决定和机构 我们必须要回答 尖尔战争 取得交换条件终于点头 乌克兰总统泽典 也透过视讯参与北约峰会 呼吁每个月提供50亿美元金元 对抗俄军的火炮优势 北约秘书长承诺 将无限期支援乌克兰 持续提供军备跟经济支持 杨振平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